老婆,我跟你商量一件事,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几天了,你还是把工作辞了吧,现在我妈得罪个病,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,所以我们全家人商量之后,一直决定让你辞职回家专心来照顾妈。 老公,我是不是你们家的人,你们一家人商量的时候,怎么没有叫我一起去商量呢?还有,你们是怎么商量的,怎么就决定让我辞职去照顾妈呢?再说了,你妈可是帮你弟弟带孩子,照顾他们一家人才累病的,这老人能干活的时候是在你弟弟家,干活,帮助你弟弟家,现在生病了,需要照顾的时候,怎么也应该是你弟弟家出人去照顾吧?怎么就商量的让我去照顾呢? 可是妈现在的情况真的离不开人,特别需要有人照顾,现在咱们全家人就你是一个临时工,你的工资是最低的,而且你的工作还没有无险异地,辞了就辞了吧,那点工资也比不上什么用,这件事我们全家都已经商量好了,辞职回来照顾妈妈,这样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了,再说了,你看咱们全家哪个人的工资不比你呢,大约都是比你好的,辞职的话太亏了,你是临时工,工资是最低的,所以你辞职是最合适的。 谢谢,你们家人可真是会想啊,既然想得这么全面,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,你想要我辞职照顾你妈,那是不可能的事情,你想都不要想,我是不会同意的。 这么多年了,你妈从来没有给我帮过忙,一直都是在帮你弟弟家带孩子做家务,你妈是在你弟弟家劳累病的,就应该让你弟弟家出人照顾,凭什么要我来照顾? 你们家是怎么有脸说出口的,太不要脸了,你妈当年是怎么对我的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,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,我想让她帮我带一带孩子,你妈是怎么说的,你难道忘了吗? 她说,她没有义务帮我带孩子,谁生的孩子谁自己带,既然她以前没有义务帮我带孩子,那么现在轮到她生病了,那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去照顾她。 这个时候,公公正好下班回到家,听到了儿媳妇的话,公公就说,我说大儿媳妇,这事都已经过去几年了,都是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了,你怎么还在计较这事? 你妈妈她现在是一个病人,你怎么能跟一个病人记仇呢? 你说的对,我就是记仇,你难道不知道女人的月子头一辈子都忘不了吗?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,这件事,既然妈是给弟弟带孩子累出来的病, 那就让弟弟家出人去照顾,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,人好好的时候在弟弟家干活,然后生病了却让我来照顾,她又不是在我家累病的,凭什么让我去辞职照顾她? 我可不会去,如果妈是给我帮忙,在我家累病的,我一定要话不说,立马辞职照顾她,可是这么多年她没帮我一点忙,所以我不会去照顾她,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 到了第二年,一起读给嫂子打来了电话。 嫂子,让你辞职,去照顾婆婆,你辞职就是了,你怎么还这么多意见呢?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有多忙吗?我们哪有时间去照顾婆婆? 再说了,现在全家人就你是零食工,你的工资是最低,我们的工资都特别的高,而且待遇也好,我们任何一个人辞职损失都很大。 再说了,我们家负担比你们大,我们家还有两个儿子呢,将来都是要娶媳妇,买房我们的车吧,还要给女方出彩礼。 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辞职了,那么我们的收入就少一半了,这样我们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,如果是你们家就不一样了,你们没有儿子,只有一个女儿,以后不仅不需要出钱买房买车,你用收彩礼吧,你们家这么轻松,所以你辞职来照顾婆婆是最合适的。 你说让我辞职我就辞职了吗?我告诉你,我不可能辞职去照顾她,她是在你家累病的,就应该由你们家出人去照顾。 再说了,婆婆这么多年都在帮助你家的孩子,不瞎悟,她现在生病了,你们竟然不想照顾,有你这样做儿媳妇的忙,你还有没有良心了? 嫂子,你还讲不讲你吗?我平时工作那么忙,哪有时间去照顾婆婆呀?我要是辞职了,一天好几本就没有了,我们家两个儿子。 可是都等着用紧了,可是你就同样了,你是临时工,即使很方便。 你说这话还要不要脸?你家孩子等着用钱,难道我就没孩子吗?我也要挣钱养孩子,你别不知足了。 这么多年,婆婆一直在给你带孩子,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己带的。 上个月,公司组织旅游,自愿报名,而且还是免费,我也想去,我让婆婆过来帮忙照顾几天孩子。 嫂子,你是怎么说的?你竟然说我存鬼一个,去捋什么油?还不如好好上班挣一点小钱呢? 现在婆婆生病躺在床上需要照顾了,你让我私事去照顾?还说你私事影响你赚钱,那我过去也会影响我赚钱呢? 嫂子,你就别再抱怨了,可以吗?婆婆她是自愿给我带孩子的,她不想给你带孩子,我也没办法呀。 你说的对,她不想给我带孩子,我认了,所以她现在出病不能动了,你也别找我,我也不想管。 嫂子,你作为家里的老大,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,行,你不管我也不管,总会有人管的,反正公公和大哥商量的事让你辞职,总会有人找你了。 这个时候的妻子,觉得是全家人联合起来算计的,她希望自己的老公能为自己的小家庭博强,替她拒绝掉。 这件事,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,她的老公就这样说,就辞职去照顾妈吧,现在家里就你的工作是最差的,工资是最低的,所以你辞职是最合适的,以后等妈病情好者,之后,你再重新找个工作就行了,反正临时工随时都能找到工作。 你真是没有想到,我千挑万选的好老公,居然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一孝男,你作为儿子,才要孝顺你的父母,辞职工作去照顾我不会拦着。 但是,你别险逼过我去辞职工作,去照顾你妈,这是不可能的,你想都不要想,你妈一直在老二家带孩子,做家务,所以就应该老二家去照顾她,凭什么让我做照顾,以前能动弹的时候,帮老二家做家务带孩子,现在生病了不能动,你想起我这个大儿媳妇。 怎么这么不要脸的,怎么好意思听出来的,我告诉你,我不会去的。 就凭她是我妈,是你的婆婆,不是跟你商量,不去也得去,你也不要再悠惨了,现在马上带着五万块去医院,然后留下照顾我妈。 你说的可真心疯,还带上五万块钱,不要不要脸了,我让你弟妹去吧,或者让你弟去也行,我不会去,我还要上班呢,还有我虽然是嫁到你们家了,但是我不见你们的,你们全家人竟然联合起来算计我们。 欺负我,自从咱们结婚以后,你们就开始对我各种的不满,既然你们这么躺得上呢,当初又何必要娶我呢,我们结婚的时候,你说你家里经济有困难,没有彩礼,没有婚房,就连三斤也省了,我体谅你,这些我都没有要,可是没过几个月轮到你弟弟结婚了,你家里条件突然就那么好。 哦,不仅全款给你弟弟买了婚房,而且才与三斤是样样都不少,难道这是一夜之间发财了吗,有这样发财的吗,你妈分明就是不想给我买,是不是因为我是你们不花钱取回来的,所以你们就这么的看不起我,这么的欺负我。 老婆,不是这样的,你怎么会这么死,说实话,我当时真的是记不过,我直接就跑自问你妈,可是你妈是怎么说的,她说你们婚都已经结了,还翻这些老房里干什么,再说,是你自己愿意嫁给我儿子的,我没有人求着你嫁回来,你妈当时还说,钱是我自己,不想给谁我就给谁,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戏,指手画脚的,我当时也是太生气了,我就明确地跟你妈说过,让她以后记住自己今天说的话, 以后有事不要走到我的屋上,可是你呢,这么多年,从来没有站到我这里,你竟然还背着我,每个月给她两千块钱的零花钱。 老婆,天下里没有不是的父母,父母不做,还轮不到我们做起来的时候,我们给自己的孝心尽到这里,再说了,我平时对你的爸妈也不差,你怎么只记得这些,不念我平时对你的爸妈呢? 你对我爸妈好不是应该的吗?我爸妈心疼我们一直做房子做,拿出自己一辈子二十万的养老钱帮我们,我们这才付了首付,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可是你再回头看看你爸妈,他们有没有帮过我们一分,他们有给我们这个家出过一分钱,出过一分力吗?他对我们家没有一点的帮助。 有些事情没法问起来,父母不是爱不起的孩子。 那你爸妈爱我的方式,就是我生孩子做孕的事,照顾我,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吗?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,身体素质特别的差,面积反应也特别大,吃什么酷什么,你想让你妈来照顾我。 结果你妈说,要照顾怀二胎的弟妹,没空照顾我,结果她真的说到做到了,她真的对我不管不问她。 所以,最后,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熬着。 当初我坐月子的时候,你妈妈还是没有空照顾我,还是我妈请假过来,专门伺候我坐月子。 因为我们家里也不肚育,我还有兄弟要买房子取其父呢,所以我妈妈不能照顾我太久,她只能回去上班了。 后来等孩子断买之后,我想去上班的时候,我想给你妈来帮我带孩子,可是你妈说,要给你弟妹带孩子,没有空帮我带孩子。 而且,你妈当时还说了,反正她以后不指望我给她养老,叫我以后不要有事没事就去烦她,所以现在她有事。 你也别来找我。 你给我闭嘴吧,说起来没完没完了,整天抱怨就抱怨那了,长得嘴唠叨的没完没了,这些都是陈年就数,你整天拿来说来说去,有意思吗? 你怎么这么经经度高,也太小笑了。 也许这些事情在你眼里都是小事,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,比如在你需要搭把手的时候,别人对你不闻不问,心里是什么感受,就是因为没人给我带孩子,所以我只能辞职在家带孩子了。 现在孩子刚刚上小学了,我才能找到一份这样的时间自由,又不耽误接送孩子的工作,多少也能挣一份工资补贴家用。 我真的特别高兴,我的工资虽然是不高,但是最起码是我自己挣的钱,不需要向你伸手要钱花。 当我伸手向你要钱的时候,你想给不想给,全凭你的心情,所以我不会再做一个伸手向别人要钱,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女人。 现在你们竟然想要我辞职,再做一个没有收入,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家庭妇女,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 你妈的病是怎么的?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? 你作为我的老公,你不和我一条心,竟然和他们联合起来算计,在你的心里还有没有我,总没有我们这个小家? 妈,这么多年了,你爸妈的退休金,全部都是花在你弟弟家,累计也都是出在你弟弟家,我没有说什么,但是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,我什么都知道,我只是不说而已,我们所有灵气都要靠我们自己。 就这样,你每个月还要给他们两千块钱,来表一表你的造私,你赚的钱我管不着你,爱给谁就给谁,但是我自己赚钱,我自己花,不用看谁的脸色,所以你想让我自己去照顾你吗?人都没有。 老婆,老婆,我是家里的长官,今天是我们的任务,所以你作为大嫂,要有做大嫂的样子,你要做好事,别那么小心眼睛。 老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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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呢? 今年爸妈为了弟弟家已经花光了鸡血,哪里有钱不及我们?再说了,我爸妈的钱,他们想给谁就给谁,我们怎么能需要呢?再说了,什么是媳妇? 你照顾婆婆是理所应当的,你怎么能要工资呢?而且还要这么高? 既然不想给我工资,那我不可能辞职去照顾她,你还是自己辞职照顾你妈吧? 老婆,我要是辞职了,谁来养他们这个家?难道靠你那点工资来养掉吗? 老婆,不是我看不起你,就你那点工资,你有能力养得起我们这个家吗?你就辞职照顾我妈妈了吗? 怎么是你辞职? 老婆听完了老公的话,真是欺负大一处来的,当你不愿意的工资。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做冤大同呢?你妈又不是你一个儿子,还有一个弟弟,你妈以前身体好的时候,从来没有为我们的脚架想过。 她心里只有你弟,一心一意为你弟弟多想,现在病了就想起我们来了,感情所有的好处都是你弟弟的,需要承担责任了,不推给你。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大孝子,你的孝心能够感天动物,你觉得自己脸上特别的光荣,你特别自豪,需要我给你送的大孝子的牌子吗? 可是,你这样做,在别人的眼里,你只不过是一个余孝的傻子而已。 我告诉你,你想要给你妈进孝金我不会拦住你,但是你不要拉我给你当电费,我是绝对不会同意,你就继续做你的大孝子吧。 我们明天早上明镇军门口见吧,你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个家,你只有你妈就够了,还结什么婚成什么家呢?我们离婚吧,你跟你妈一起过吧。 你这样做可是要负责任,我劝你,你可要想清楚,就我正在那里公司,离了婚我看你怎么生,到时候,别又来扯我。 不用了,我觉得这样的原因,才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 你们支持你妻子离婚吗?支持离婚的第一个小孝金,支持一下她吗? 至于这样的老婆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。 老婆,我听说你娘家的拆迁款六百万现在已经全部都到账了,你赶紧问一下,这到底是不是真的? 你让我问这干什么?当时拆迁已经定好的,反正是早晚的事,再说了,这钱又不是咱们家的,你着急什么呀? 我能不急吗?那可是六百万,以你我现在的工资来算,那可是咱俩这辈子都赚不来的钱,我说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大呢? 可是,这关我什么事啊,那可都是我娘家的钱,我没事打听这做什么。 我说你可真够糊涂的,你是他们的女儿,你爸妈的钱不就是你和你弟的钱吗?那么多钱,总不能不分给你吧? 你赶紧过去问问,你要是去得迟了,说不定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弟了,那咱们家就一分都没有了。 你说什么呢?我是一个嫁出来的姑娘,那拆迁款,我爸妈爱给谁就给谁,那是他们的自由。 再说了,我爸妈他们平时也很疼我的,他们不可能一分都不给我们的,只是看给多给少了。 不过,不管我爸妈给多少都是他们的心意,我无所谓的。 我这个嫁出来的女儿都没有资格说什么。 那怎么可以,你怎么能这样想呢?你也是他们亲生的,凭什么要给你少分了呢? 我听说这次的拆迁款,上个星期就已经下来了,可是你爸妈一句话都没有给你透露,你难道就不怀疑吗? 我看你爸妈是一分钱都不想分给你,我看你别太天真了,要是真想分给你,估计早就打电话让你过去商量了。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,人家也不可能钱没五热闹,就开始分了吧,再说了,这么多钱,我爸妈不是也得慎重考虑一下吗? 那我可不信,我总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瞒着你,所以你赶紧回去打探一下情况,看你爸妈是什么态度。 如果提前知道了,我们也好商量对策,这钱可不能都让你弟弟拿走了,你赶快问问情况。 那好吧,你说的也有点道理,那我问问我弟弟现在是什么情况? 我告诉你,你可要记住一点,你和你弟都是一样的,所以你弟拿了多少,你也应该拿多少,千万不能少拿,一定要跟你弟分的一样多。 好吧,我知道了,看把你着急的,钱已经下来了,又不会跑,这么着急干什么,好像钱飞走了似的。 我能不急吗?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下半辈子的生活质量。 这么多钱,如果能分我们一半,我们就能换部新车,那以后也可以扬眉吐气了。 行吧,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 妻子马上打电话给了弟弟。 小强,我听说咱们家的拆迁款已经到账了,你也真是的,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呢?拆迁款是六百万没错吧? 姐,你说的对,现在全部六百万的拆迁款都在妈那里。 那爸妈有没有跟你说过,这笔钱到底要怎么分?是不是你我两个一人一半?咱家就咱们姐弟俩,总得平分吧,还是说妈有别的想法?妈到底怎么打算的?妈跟你说了吗? 姐,你都已经嫁出去了,怎么还要来娘家分钱呢?你竟然还想要你我两人一人分一半?那咱爸妈呢?他们老两口平时的日常生活,难道不用钱吗?这种话你怎么说得出来的?你难道不管爸妈了吗?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?我会不顾及爸妈的生活吗?爸妈现在身体挺硬朗,而且爸妈他们都有退休金,根本花不到这个钱。再说了,等将来他们老了,还不是要依靠我们来养。 算了,我告诉你,你别再惦记这钱了,这钱是我和爸妈共有的,没有你的份,你别想这事了。 凭什么?为什么不分给我?难道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吗?爸妈已经好了吗?准备一分钱都不分给我。 爸妈这也太偏心了吧?这么多钱,竟然一分钱都不分给我。 你还要脸说凭什么?凭什么你自己心里没说过?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。 自从你出家后,你回来看过爸妈几次,我看你就是嫁出去的姑娘,拖出去的谁?你就是一个没良心的白眼狼,你已经完全把娘家忘了吗?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?我是这样的人吗?难道我不用工作挣钱吗?我现在是有家的人,我也要雇家雇孩子呀,我也要养家养孩子的。 再说了,你不是整天和爸妈生活在一起,天天可以看见他们吗?爸妈不是好好的吗?也没有什么事。 你说的对,我是儿子,自然不用嫁出去,我可以天天和爸妈生活在一起,但是你也应该知道,爸妈平常都是我在照顾的。 你说的没错,我承认,我平时照顾爸妈的次数是比你少很多,可是不管怎么说,我们都是亲姐弟吧,我们家也需要这笔钱,家里小孩要读书上学,而且每个月还有房贷车贷要还。 我现在的压力也很大,需要用这笔钱来缓解一下。 现在的成年人,谁家的生活没有压力?以前没有这些钱,你的生活不照样要过吗?我看你平时不也是过得挺好的,我也没有看见你有多大的压力,你别想骗我,我不吃你这一套。 话是这样,可是现在咱们不是有了这笔钱吗?再说了,我也希望家里的生活能得到改善啊,有了这笔钱,就不用这么紧巴巴的过日子了。 弟弟,你去跟妈说一声,这钱你分解一半好吗?我可是你的亲姐姐,爸妈平时最疼你了,只要你开口说自己少要一半,分给我一半,我相信爸妈一定会同意的。 我不会去的,而且爸妈已经说过了,这笔钱是要全部留给我的,我将来还要娶媳妇呢。再说了,就是本来不说的,按照你的意思,我也不想分给你,咱们不说别的,就看我姐夫的为人,这钱我也不愿意分给你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,我们夫妻两个到底哪里得罪你了,还有你姐夫,他哪里对不起你了,你对他怎么这么大意见呢? 姐,我知道你很善良,耳根子右转,心思也比较简单,作为弟弟,我不好说你什么,但是姐夫的心眼那可是比整个莲藕还要多,他把你卖了你,还得帮他赎钱呢。 而且他平时对咱爸妈的态度怎么样,你也是知道的吧,他有真心对待过爸妈一次吗? 之前咱们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,每次我去找姐夫帮忙,他总是百般推托,万般的阻挠,每次都在那哭穷,找各种的理由拒绝帮忙。 他没有帮过咱们家一次,你扪心自问一下,这钱我们应该分给你们吗?就是分给你们,你们有脸拿吗? 不想分给我就不分吧,何必把以前的旧账都翻出来说呢?既然你们一分也不给我,那我以后也懒得回来了,爸妈也别指望我能好好孝顺他们,以后你自己孝顺他们吧。 听到这里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,于是小米就找到了老公。 老公,我已经打听好了,我爸妈决定把拆迁款全部都留给我弟弟了,一分钱都不会分给我们。 你看吧,让我说着了吧,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,要不然的话早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分钱了,你爸妈就是不想分给我们,既然如此,那你争取了没有,你开口要了吗? 我是争取了,但是我弟弟说,我们平时很少回去尽孝,所以我们不应该分这笔钱。 你爸妈凭什么不分给你,你和他一样都是爸妈的孩子,你们就是平等的,你们就应该平分的,我看你爸妈就是重男轻女,偏心你弟弟。 随便吧,不分就不分吧,本来我也没指望能得到什么好处,如果不是你说让我去打听,我都不会打听这个事,爱给不给,我无所谓。 你说的倒是轻巧,要是给你两万块买个玉手镯,你会不稀罕吗?你现在只是没有概念而已,等你拿到钱之后,尝到甜头了,知道有钱的好处了,你就会明白这笔钱有多重要。 既然你这么说话,那我就要怪你了,之前我妈家里遇到事的时候,你如果不耍心眼,老老实实的去帮忙,现在也不会这样了。 我弟弟都说了,都是因为你平日里对他们耍心眼,我娘家那边任何事情你都不帮忙,他们觉得你靠不住,所以他们才不分钱给我的。 还是你把我连累了呢,要不是因为你,我爸妈肯定会分给我的。 原来如此,看来这一切的源头还是在我这里,你爸妈就是对我有意见,所以才会不分给你。 老婆,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,一定可以让你分到钱的。 好办法?你有什么好办法?你如果想让我回去求他们的话,那我可做不到,我情愿不要这笔钱,也不会去求他们的。 不是的,你爸妈的心结不是在我这里吗?他们觉得我靠不住,所以他们不想把钱分给我,是这个意思吧?那如果没有我的话,只是把钱分给你,我想他们还是会做到的,一定会分给你的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?没有你,怎么会没有你呢?我们都结婚了,我们夫妻一体。 我的意思是说,就是我们离婚,当然这只是一个幌子,等你把钱拿到手之后,然后我们再去复婚,这样不就可以分到钱了吗? 我说,你这是什么馊主意?那不是欺骗我爸妈吗?再怎么说,他们也是我的父母,我虽然不想求他们,但是我可不想为了钱去欺骗他们。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?这怎么会是欺骗呢?这只是善意的谎言而已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变通呢?相比他们的无情无义,这一点善意的谎言又算什么呢? 再说了,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过得好一些,这不算欺骗,是你伟大的母爱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做出的牺牲。 你这办法不行,我不能这样做,我爸妈要是知道我为了点钱这样骗他们,他们一定会很难过的,我不同意。 那有什么办法,这还不是被他们逼的,谁让他们不分钱给我们,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,将来我们再去付金请罪,想来为了孩子,他们也不会为难我们吧。 那好吧,那你说怎么个礼法? 就是你带着孩子净身出户,用你的生活困难博得他们的同情,这样他们就会心软分给你。 我要是净身出户了,我爸和我弟弟知道了,肯定不会同意的,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你协商的,这么一来的话,迟早会穿帮的。 你说的也是,那这样吧,还是我净身出户,你带着孩子,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归你,这样他们就不会说什么了吧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一切就好商量了,那就按照这个办法试试吧。 这次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,你可别忘了,到时候一定要多分一点钱回来,等钱到账之日,就是我们复婚之时。 老婆,我们下半辈子的好日子就全靠你了,你可一定要多分一点钱回来。 你就放心吧,我妈她一向比较心软,她要是知道我离婚了,看我带着孩子艰难过日子,应该会给我钱的。 一个星期后,妻子回家,开始跟母亲演戏。 妈,我离婚了,李永强不要我和孩子了。 小米,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这好端端的,你们怎么突然就离婚了? 就是因为这次拆迁款的事情,你们一分钱都没有分给我。 她觉得咱们家无情无义,所以一气之下就跟我离婚了,连孩子都不要。 婚姻可不是儿戏,你们都结婚六年了,平时连半嘴都没有,这么深的感情,现在竟然为了钱分到扬镳, 可见在李永强的心里只有钱,她这个人是真的不值得托付终身。 她是说过,只有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,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,她这次竟然这么狠心,说离就离,我还以为那只是她一时的气话,所以我就签字了。 我没想到,她竟然来真的,妈,我现在该怎么办啊? 现在离婚没那么容易,不是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吗?你要是不想离,我去找她说一说。 没用的,她说宁可净身出户,也会继续不跟我过下去了,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我一没工作,二没收入,以后我和孩子吃什么喝什么,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? 看来之前不把拆迁款分给你是对的,否则现在你就是人财两空了,对了,你刚才说她是净身出户的。 是啊,家里的房子和车子她都不要,只要我签了字,她就会一走了之,她真的太狠心了。 闺女,妈知道你离婚了,心里也非常难受,但是妈心里有点不解,你说李永强为了跟你离婚,情愿净身出户,什么都留给你,我觉得不太可能。 她这个人非常自私,最在乎的就是钱了,她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跟你离了呢? 况且乐乐可是他们家的独苗,难道她真的可以连孩子都不要了吗?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? 妈,是真的,或许她是怕夜长梦多,又或者是怕被你们知道了,你们会不断地找她麻烦,所以想尽快跟我分开过。 你说什么,什么夜长梦多,孩子你可不能骗妈呀,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们姐弟俩拉扯大不容易,你可不能做糊涂事啊。 妈,看你想哪里去了,我是你的女儿,我怎么会骗你们呢? 之前我还以为李永强这个人勤俭节约也有上进心,所以才答应把你嫁给他,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他的勤俭节约根本就是抠抠嗦嗦,而且他婚前婚后的态度怕弱两人,当初我们都被他表现出来的勤俭节约给骗了。 你说这么一个小气又不孝顺的男人,他真的值得你托付终生吗? 可是怎么办呢,我已经嫁给他了,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,我还能怎么样呢,只能认了呗。 但是你现在不是已经离了吗?你想一想李永强的为人,咱们家乐乐在这样一个父亲的教育下,孩子以后能学得好吗? 就算我把钱分给你们,但是以他的人品和自私的性格,你以为你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吗? 他身为男人没有担当,没有爱心,自私自利,不管你们将来有钱没钱,妈都担心他早晚会离你而去的,因为他那个人真的太自私了,认钱不认人。 听完母亲的话,小玲也陷入了沉思,身为夫妻,小玲也是非常了解他的,自己的母亲说的一点都没错,李永强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,这些年更没有体谅理解过他这个妻子,反而一味的只想在他身上索取更多, 小玲在这一刻幡然醒悟。 妈,对不起。 怎么了?好端端的为什么说对不起?有什么事情你跟妈说说?你是我们的女儿,爸妈会给你做主的。 其实这次离婚,是李永强提出来的一个阴谋,他故意让我来骗你,让你看我可怜好把钱分给我,等把钱拿到手后,然后我们就去复婚。 你说什么?你居然跟他一起欺骗你的家人,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呀,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呢?我真是没有想到,他为了钱竟然能想出这样的阴谋,他真是太可怕了。 妈,真是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,你刚才说的话我也仔细想过了,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值得托付终身。 既然已经离了,那你还要和他复婚吗? 当然不会了,既然我已经签字了,那就不必再回头了,就这样吧。 好吧,你能想通,那就对了,妈支持你,既然你们离婚手续都已经办了,咱们就给他来个假戏真做。 那他要是回来要房子车子,到时候该怎么办呢? 那你就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吧,既然是他自己选择了净身通户,那也是他咎由自取,自作自受。 现在你就带着外孙回来跟爸妈一块过,等一个月冷静期过后,那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 好的妈,我都听你的。 你们觉得小林做的对吗?对于他们夫妻俩有什么看法?欢迎评论区一起聊一聊。